皆为三十日之手 奉持戒律 明尽亲戒 一字庄严 这是真正的庄严 心底清净光明磊落 念念 唯独众生 念念为真法救助 这个就是菩提心 就是菩萨心 戒律有根 根是世间的善法 世间善法都没有了 他怎么会直接 不可能直接 所以 佛在经上书 这告诉我们 菩萨出台经 那 佛藏经 在佛藏经上是 菩萨出台经是 佛跟 弥勒菩萨对话 那一段话 在菩萨出台经 啊 佛在佛藏经里都说 佛子 不先说小臣 后说大臣 非佛弟子 有这几句经文 那么这就说得清清楚楚 学佛从哪里学习 从小臣学习 小臣是人天法 世间法 啊 世间法里的最重要是讲的 校养父母 奉私四长 啊 雌行不杀 修士善业 经义三福 第一条是世间法 啊 所以佛要求 佛弟子 啊 先修小臣 佛教传到中国 中国人对佛陀的教诲 把佛陀看作圣人 尊敬 依教奉行 这小臣经典的翻译 很圆满 啊 今天南传的小臣 巴黎文的经典 跟我们斯阿汉对照 几乎 完全相同 巴黎文经典里面 大概比我们只多了 五十几周 总共三千步 三千步 五十步的差距 这很小的差距 这翻译的非常完整 而且在中国呢 成立两个宗派 一个陈氏族 主要是根据陈氏论 一个是居室族 啊 根据居室论 这两个宗派 随唐时候 圣行 啊 修复 决定 以这个 小臣 为基础 二十到了 唐朝 中一 啊 中国这些祖司大德 不宜的小臣学了 怎么办呢 用如根道代替小臣 很好 如根道是中国 本土的 学术 啊 我们学起来 非常方便 啊 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看这个 一千三百年 这一千年三 一千三百年 当中 大臣八个宗 世世代代 都有 祖司大德 出现 证明 可以的 可以用 如根道代替 啊 直接 学大臣 啊 那么这个 四十告诉我们 这个做法 没错 可是到今天呢 问题来了 群学的是大臣 小臣不学了 如根道也不学了 这就脱节了 啊 所以大臣 在这一百年当中 人才 跟过去相比 相差太远了 我们知道 人是教得好的 为什么这个时代 人才少 那个时代 人才多 教得 教得 教得很如法了 啊 现在谁有人教啊 把戒律书 获掉了 啊 没有戒 就没有佛了 只有佛的经教 用现在话说 只有佛的知识 没有佛的实质 啊 佛 当然就衰了 那要想佛法心呢 怎么办呢 用佛的戒律 咸不咸不咸不咸的 不咸的 戒律丢得太久了 没人讲了 没人懂了 啊 换一句话说 必须 从 如道里头 建立 啊 我们金调细细细细 少到不能再少了 儒家的 地识 道家的太上 干一面 这是干啊 跟佛家的十三爷道 我们称儒是道的三个根 啊 这三样东西没有了 儒是道彻底 在这个社会消失掉了 啊 学乳 不能落实 地识会 假的 学道 没有落实 感应篇 也不是真的 啊 有地识会 有感应篇 学佛 落实 十三爷道 不难 基础已经有了 除这个之外 儒家东西 必须要做的 也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四十五 这是宋朝 诸夫子精选的 选得好 从离记里面 学了两篇 大学 中有 从柱子里面 学了两篇 啊 人鱼跟孟子 人鱼是孔子 啊 不称为孔子 而成为人鱼 是因为 父子 没有创造 没有发明 数而不足 啊 他所讲的这些东西 所传的 都是古圣 鲜鲜鲜的教会 啊 千万年之前的传说 他用文字写出来 流传给后世 啊 二十篇 不长啊 啊 修佛也必须要读 老子 道德节 五千多字 这五千人 这是道家的根本典籍 啊 最重要的点击 应该要读 应该要修习 用这个做基础 入佛门 直接入大城 啊 所以今天难 困难就在四地 啊 学期的小城 也不学入道 啊 深入金藏啊 就变成 障碍 重重啊 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具体的相机 重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